音樂 我們今天要發表的是 國立臺北大學東系哲學與詮釋學元素中心專案研究員裝興業 題目是 夏秋三老居士所會環境善采同志五十安徒 中所會盡禁與修行成就法民比較嚴肅 請 我今天問一個架錄就是平原本文跟結論 我們這部分特地要講到就是說 這個三三圖它這個廢話出版的一個原因 夏老那時候在美國 於是美國的時候 遠遠就是它在夢中有得到請示 會有大的聖像 那時候有請兩位台灣的弟子希望去寫得住 就是劉昭夢老師跟張三堂堅老師 後來是劉昭夢老師參選 那我是張三堂堅老師的弟子 也是 所以我應該是夏老師算時候 那也是有特別因為在大陸有找到夏老的五十三圖 因為這個作品後來是送到尼波是更廣話 那這個五十三堂堅它是收入在大陸的一個充滿 是關於圖像堂有六大策 那我這個重點的話是在善臺同志還有他的善之士 這善之士五十三堂它裡面的修行法文跟成就法文 就是說它修行法文然後正入什麼樣的法文 就是正入的間諜 這個重點很少人在談到行人的部分 然後這個作品是在2012年所自出版 那時候是售入在第三冊 然後後半部 後半部大概有將近六十張的圖片 後來我考證出五十四張跟五十三才有關係的 然後這個作品在1988年因為夏老的趕固 然後那時候完成時間很長 後來我知道劉彰鳳老師我有親自問他 他說他到美國資源半年輪 所以後面將近十餘年的時間幾乎都是下老 獨立 閉關 王子 然後這個收入的作品在那一本 到時候我們會執政典教經商人教基金會 那個花策幾乎很少 總共有六大策 裡面有收入九百六十張的冠軍圖像 跟冠軍圖像之外的 那這收入的出所 我們在裡面都有大家詳細看 就是詳細介紹 這是地章圖 地章是花心柱 就是我們那個始柱 始柱 始行 始迴向 始地 等絕 廟絕 這個有五十三章 這個地章的話 這個很有代表性就是花心柱 花心柱的話 善才同子餐的那個 得以比丘或是功德以 吉祥名 這不是考證花言金的 依照他編譯的順序 從六十件花言金 後來的八十件花言金 後來四十件的花言金 全部講出花戒品的部分 這個裡面處處都有證明 你們可以詳細地去看 然後佳老他這一章是獨創 因為我考證歷代的 有關五三章的圖 都是畫善才同子 看到得以比丘在山上 正在進行修佛桌山妹 但是這當時 他已經找到了得以比丘了 所以夏老他正務的境界 他能起入 他起入的境界是在 那時候在抖六八一九 宇宴當少校軍一的時候 南宮那時候親自到 兩次到抖六去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夏老送南宮到火車上 當下大悟 他把那大悟的情形寫成 寫了一封信很厚 當餐廳老師祭備南宮 經過南宮認證 馬上留在身邊 要讓他保認 就是說他真的也是一個大色大悟 那時候很年輕 那時候很年輕 然後所以這個正如經典 他才知道說得以比丘他修 二十一種念火法門 那二十一種念火法門 他能正入佛的十身 那佛的十身會揮結到三身 副表我都有整理出來 讓大家詳細看 然後正入佛身的次第 裡面也都有 所以修佛桌上面 他是怎樣一個正入 念佛 見佛 見佛 成佛 這個都有一個符咒 一個次第 有次第 非次第 拔岩金他是叫頓入 然後這個是二十一種念火法門 跟正入佛身的部分 鬼滴在港地台 然後這是第二章 第二章自第柱 他見凱門平丘 那他你看他正得以什麼 往他盪大聖的光 這些都正入大聖定 我們所謂的大聖定 跟小聖定的差異 小聖定有所謂的入定跟出定 他有間斷 因為你入定以後 出定以後 他定律會慢慢消失 消失到一個階段 就沒有了 如果你有保證 他能繼續保持 那大聖定他沒有間斷 禮物 終生物 未來生也都是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 我博士論文的重見 我會做那個華顏經法 對關跟天台中的大聖時關的比較 尤其是在邪門的部分 所以他這個 這個都是正入大聖定的部分 正入大聖定的部分 正入大聖定的部分 然後他正入的就是蒲顏法門 蒲顏法門 蒲顏法門就是在菩薩會界裡面 所謂的 我們所有有烏眼 其實他是到慧眼 慧眼接近到佛眼 也有正入法聖 這個都有正入法聖 所以五十三三 我們可以知道說 你修行的境界 正入哪 修行哪個法門 正入哪個境界都清楚 這個是正入的陀螺尼 這個陀螺尼法門 就是種子法門 就是說 他從所謂的有陰生 還有義食陀螺尼 陀螺尼就是種子 種一切法 齒無量力 像我們那個 第一代祖師 天台中祖師 很多正入玄陀螺尼 玄陀螺尼 就是說他開大陸 他能借金 像智者大師 有沒有 他光講一個寶 選一個 光講一個廟字 就可以講三個願 為什麼 正入陀螺尼 才能把這樣大的寶石 這個陀螺尼裡面 也都有講一講 然後第三餐的話 修行柱是 善助彼修 善助彼修 善助彼修很特別的 它是二十種慈界法門 這個慈界法門 我們很少講到大聖界的部分 在這裡面都有 所以華嚴經的禁界 因為太大部了 很少的人把它進入深入研究 我整整研究這五十三三入法界品 研究半年 考證一切 經書論 然後他的修行法門的部分 這個是他二十種慈界法門 這個二十種都是大聖界 都是大聖界 我們所謂的 戒定會三乳洛水 但是戒定會三乳洛水 還有後面的 身上戒身方殿 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 這部分也是很少人討論到的 然後 然後第四三的話是深貴柱 這個 那我把圖片照過去 大家詳細的看一下 這是第五三 那個解脫長種 劇屬方便柱 裡面都有詳細大家回去再看 第六章正經柱 海窗禮舊 海窗禮舊 這個它有震入很多聲音 就是說 我們到菩薩位置 它有很多異聲聲 所以變很多的 因眾生所產而感覚的印 然後它這個語言的話就說 它能應眾生而釋現各種不同的聲音 而且可以同時釋現千百億化聲 不是但一聲音 第七三這個是修飾優柱 就不對足 都不對足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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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講 從十柱 十柱 然後 要再來講十柱 然後 要再來講十柱的部分 這第九三 王子柱 你看 聖日的佛羅門 它是四線外道 但是它正度進去 那個是 甚至是在菩薩位階 指出方便印度 然後 然後 第十三觀領柱 這個是 彌陀 這個 此行 此行統領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說 一個童子統領 為什麼他修行經濟有那麼高 這個 所以我們 我們有時候不能用反覆的眼 去看這個部分 第十一 十一三是 此行的第一個翻譯器 這個是 善見比丘 十二三 更吃在主 同子 也是同子 但是你看 同子他有做 上傳國教的五名全國記者 他 書 書 書 算 印 等 那五名全國記者 好 那 很可惜 我們這個 這個獎品裡面的圖片 比較小 而且是黑白的 那沒關係 我們看一座 將來還有沒有音樂 還沒有音樂 在 在詳細的部分 直接 好 好 那這個 謝謝莊音樂作人